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讲次 政府会计准则公报 首先跟同学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就是开南大学任教的庄正辉庄教授 庄老师的话之前来过很多次了 可以帮助同学了解 我们政府会计相关内容 我们请庄老师跟同学问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刘老师和我 要为各位同学介绍 政府会计的第四讲次 欢迎大家收看 好 那我们跟同学介绍一下 今天的重点 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政府会计的准则与架构 第一个是财务报表的要素 和政府的负债 第三个的话是衡量焦点和会计基础 好 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部分 政府会计准则与架构 好 我们知道呢 延续了我们上之前 所介绍的观念公报有三号 这公报的话是延续 91年5月份呢 行政院主机处成立了政府会计 共同规范审议委员会 所提议的 这提议的话呢 总共有三号观念公报 11号准则公报 这三号的观念公报的话呢 有这以下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政府会计的范围 还有个题 第二号的话是政府会计报告的目的 第三号的话 政府会计资讯的表达与揭露 这三号公报的话呢 就是我们政府会计 共同的一个大纲 表示的话呢 我们政府会计的组织 还有理论的基础 然后呢 政府会计的话呢 就延续了这三号公报的话 介绍11号的准则公报 11号准则公报 因为呢 比较繁复 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大概先介绍一下呢 相关的里面的内容有哪一些 然后呢 再介绍呢 整个政府会计的一个架构 好 首先我们来看的话 第一号准则公报 好 那这号公报的话呢 主要是介绍呢 财务报导的标准 里面呢 涵盖了所谓政府会计的假设 还有一些原则 假设的话呢 比方说的话呢 有独立个体的一个假设 这所谓的独立个体啊 是说呢 政府会计啊 是以基金为这样一个单位 做一个财务收支 以及会计报导的个体 像另外的话呢 还有继续经营惯例啦 货币评价惯例啦 会计期间惯例啊 等等的一些说明 另外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原则 原则的话呢 政府会计的话呢 类似呢 一般的财务会计 像成本原则 收入原则 配合原则 另外比较特殊的话呢 就是预算管理的原则 也就是说的话 政府会计啊 非常强调呢 预算的管理 的管控 这方面的一个标准 第二号的话 我们介绍所谓的 衡量焦点 以及会计基础 这是第二号公报 这衡量焦点的话 我们在呢 观念公报 有稍微介绍一下 它涵盖了 所谓的财务资源观点 和经济资源观点 那财务资源观点的话 又分为当期的 还有全部的 这个我们在之后会介绍的 另外的话 还有会计基础 就是包含了 像现金基础啦 全责基础啦 还有修正基础等等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介绍 所谓的报告的一个编制 就是五号公报 五号公报的话呢 介绍的话呢 政府会计基本的报告 有哪一些 比方说的话呢 有基本的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 另外的话 还有必要的补充资讯 另外的话 就是还有管理者的分析 讨论与分析这一号 这一号的话 实际上我们叫做总说明 一般来说 在决算报告的话呢 都有这个所说明 就是指这个 管理者的讨论与分析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话呢 第三号和第四号公报的 收入还有支出的一个认列 收入的话呢 在政府会计里面的话 我们要会介绍 所谓的它定义啦 分类啦 会计处理 有关定义的话呢 像有分为所谓的对价 和非对价的一些 政府收入 像非对价的话呢 像包括的话 像税客收入 就非对价的 那这个对价的话呢 包括像财产的收入 像赢余 失业盈余的收入等等 算是呢 这个对价的 另外的话 还有支出的话 我们也区分的话 像一般性支出 还有呢 其他财务用途的 这些类别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第三号和第四号公报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介绍呢 第六号公报的 所谓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取得 包括呢 它的提列的折旧 它的移转 和处分等等 这些的话呢 我们会在固定资产的话 里面介绍 固定资产的话呢 政府会计的话 还没关系 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所谓的固定项目 分开原则 我们之后会介绍 另外还有 所谓的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的话 我们会定义的话呢 政府会计相关的 负债的一些种类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 举借的一些条件 还有它偿还 包括呢 负债的一些本金 还有利息和手续费 的一些提列的 一些任务标准 再来看的话 我们看所谓的作业基金 作业基金的话呢 在定义上面的话呢 我们是指的话呢 政府的话呢 对于一些提供财货与劳务 我们收取价格 收取就换叫做有收入的 但是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这些单位 我们叫做作业基金 作业基金的话呢 包括它的衡量焦点 会计基础 这方面呢 我们会做一个介绍 好 另外的话 还有预算的执行控制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政府的预算的成立 管控 执行 分配等等 我们会在呢 这一号 第九号公报来介绍 还有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呢 政府对于 一些事业单位 一些公司单位 取得了一些长期股权 它的取得 评价 还有处分 在这号公报来认列 另外还有政府 的负债准备 或有负债 还有或有资产 这方面的条件的 一些定义的一些说明 我们会在呢 第十一号公报来介绍 那呢 以上的话呢 是目前十一号公报 里面的一些 大的一些 这个内容 那我们 这些内容的话 事实上可以跟法律 操作 和一些理论上 结合的 那我们请了 钟老师为何补充了 这个架构 好 我们帮各位同学 准备了一张表 从这张表当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我国政府会计的 整个基本的架构 我国政府会计的 基本架构 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会计法 这是最高的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 会计公报 第三个层次是 会计制度 第二个层次的 会计公报 不可以违反 第一个层次 会计法的规定 第三个层次 会计制度 不可以违反 第一个层次 会计法 还有第二个层次 会计公报的 一个规定 第一个层次的 会计法 它是经过 立法院三读通过 总统公布 具有强制性的 一个法律 全国 包括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通通受到 会计法的一个规范 第二个层次 是会计公报 刚刚刘老师 已经介绍过了 会计公报 分成观念公报 跟准则公报 这两个大部分 其中观念公报 指导整个准则公报 准则公报 在指导 会计制度的制定 第三个层次是 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 包括我们 国内的基金 分成正式型基金 业权型基金 另外还有一种 信托型基金 但是因为 信托型基金 它并不是政府 所拥有的 所以这张表 并没有把它列进来 只有列 正式型的基金 和业权型的基金 两种 其中 正式型的基金 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 普通基金 第二种是 特别收入基金 第三种是 资本计划基金 第四种是 债务基金 有关普通基金的部分 所要制定的 会计制度 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 普通基金的 普通公务会计制度 第二种是 普通基金的 特种公务会计制度 所谓特种 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像公债 政府的财务经理 政府的侦客 等等 都要制定 这个特种公务的 会计制度 有关普通基金 普通公务会计制度 是适用 所有政府的 公务机关 包括像 总统府 像内政部 像外交部 像警政署等等 都是属于 普通公务机关 所以 我们就制定一个 普通基金的 普通公务会计制度 而且只有制定一套 就可以 适用所有的 政府机关 接下来 特别收入基金 要单独的 制定 会计制度 资本计划基金 也是单独的 制定 会计制度 债务基金 也是一样 接下来 月全型的基金 分成两种 营业基金 就是有关 国营事业 像中油 台电 台湾银行 要制定 这个会计制度 就是这边讲的 各营业基金的 会计制度 其中会计法规定 像财政部 它底下有很多的银行 像土地银行 中国输出路银行 像合作金库 因为这些银行的性质 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订定 一个一致性的规定 就是一套制度 可以适用所有的银行业 另外这个作业基金 像大学 像监力 像医院 都是所谓作业基金 作业基金 原则上 每一个基金 要制定一套的 会计制度 但是假如有一些 性质相同的 像台北农总医院 台大医院 它的性质非常接近 就可以单独的 制定这个会计制度 接下来 是总会计 总会计 就是把所有的 这些会计制度 包括普通基金的 普通公务会计制度 包括普通基金的 特种公务会计制度 包括特别收入基金的 会计制度 资本计划基金的 会计制度 还有债务基金的 会计制度 营业基金的 会计制度 跟作业基金的 会计制度 全部把它汇总 编成总会计 这个总会计 是中央政府的 总会计 另外像地方政府 台北市政府 它也是要单独的 编制一套 总会计制度 像高雄市政府 通通都一样 甚至包括 乡镇公所 都是单独编制 总会计制度 好 那庄老师 帮我们讲解了 有关于政府会计的 改革的一个架构 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呢 财务报表里面的要素 财务报表要素的话呢 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的话 有五个 我们现在简单来看一下 这五个是哪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呢 各位在会计学里面 常常看到的 像资产 负债 基金余额 收入 还有支出 这五项的话呢 主要是指正式型基金 那如果是呢 业权型基金的话呢 就包括像一些 营利市 像一些这个事业单位 或作业基金的话呢 它有所谓的基金权益 还有收益 和废损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其中呢 这个政府负债的话呢 就是我们目前的话呢 国际之间的话呢 最常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政府负债 所谓的主权基金的一个问题 好 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部分的话 有关于呢 政府负债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过的话呢 政府负债的话呢 是近几年呢 国际之间呢 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 也是各位常常在 报章杂志的媒体啊 常常听到呢 欧美一些 原来是先进的国家 被呢一些主权 在新的一些机构啊 把调降它的一个平等 换句话说的话 就是整个那个国家 它的一个政府负债 或它的政府的一个 赤字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为呢 这些信贫机构的话呢 做一个调降 这调降的话呢 往往都造成了一些 全世界经济的一个动荡 所以说的话呢 这方面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有关于政府负债的话呢 我们可以讲的话 就是两个大的例子 一个是呢 美国的金融海啸 另外一个是欧洲的 一个欧债危机 美国的金融海啸的话呢 其实呢 它的情况来说的话呢 它是呢 大概是二次大战 结束这六十年来以后呢 大概这二三十年 慢慢呢 一个情况所演变的 也就是说的话呢 在前面的三十年的话呢 欧美的先进国家 他们在的四大生产要素 所以说土地 劳动 资本 和企业能力 本都具有优势的 可是呢 这些优势的话呢 随着世界一个和平的演变 很多的国家的话 慢慢也在发展经济 好 这些呢 比较慢慢发展经济的国家的话呢 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劳动啊 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些地方 换句话说呢 它的土地可能比较便宜 他们的劳动呢 比较便宜 他们的法律的话呢 也相对的话比较宽松 所以说的话呢 欧美很多的先进国家 他们的企业家 往往带着他们的资金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企业能力啊 就往呢 这些呢 比较缓慢发展的一些国家呢 去发展 所以像早期的话呢 二次大战结束了 这个二三十年的话 像日本 还有亚洲式小龙 像我们台湾 新加坡 韩国 香港等等 都在呢 大概三四十年期的话呢 开始慢慢的发展 好 那这些发展的话呢 对欧美的话呢 因为相对而言的话呢 它的经济体还相对范围比较小 所以影响还不大 可是呢 到了金砖世国 就是未来 就是过去大概只有二十年以来啊 像呢 俄罗斯 像中国 像巴西 像印度 这些都是人口 人口多 浮原广大的这些国家 欧美新型国家的话呢 把他们的资金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产业呢 带到这些国家以后呢 相对而言的话呢 他们本身的企业 慢慢的就流失了 换句话说的 就叫做所谓的产业掏空了 而这些新型国家的话呢 他们从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呢 土地比较便宜 人工比较便宜 所以说呢 他们的产品 他们产业呢 具有非常高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说的话呢 欧美啊 这些国家的话呢 因为产品的一些竞争力的上市的 使他们的经济情况的话 就慢慢越来越不好 那其中美国的话呢 大概在十多年前的话呢 慢慢的把过去的 比较高利率的一个情况 把它调低 比方说的话呢 现在的利率啊 大概是二十年前 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大概二十年前的话 利率都是十几percent的 那目前的话 大概只有一点多 二点多的percent 所以说的话呢 利率非常低 利率低的一个原因的话 是希望 美国是希望的 民众多消费 多投资 多建设 可以刺激经济 可是的话呢 也相对而言的话呢 造成了所谓的 一个通货膨胀 因为利率低的话 会造成所谓的通货膨胀 所以说呢 欧美这些国家的话呢 通货膨胀的话呢 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包括呢 百业 慢慢的话呢 物价都上涨了 可是因为产业掏空了 可是经济并没有变好 那其中很多的油脂啊 所以油脂的话 就是说呢 利率比较便宜的资金的话呢 它会释放出来 所以说的话 很多就是炒房地产 像美国呢 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的话呢 美国的房地产呢 在不到十年之内 大概涨了一倍 这些的房地产 后来造成泡沫化 泡沫化原因的话呢 就是因为经济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说的话呢 造成有一个国家 那国家叫做冰岛 在北大西洋一个小国 这个国家的话呢 原来是以靠捕鱼 是渔业为生的一个国家 可是的话呢 因为呢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 他们国家的话 鼓励金融的投资 所以说的话呢 那时候的话呢 冰岛啊 他们的银行 他们个人的话呢 常常是只有一块钱的本金 去玩了十倍 就十块钱的金融的 资产的这种游戏 等到呢 金融海啸呢 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随着美国一个 雷曼兄弟的一个垮台倒闭 冰岛的话呢 他们的银行的话呢 也遭遇到非常多的一个负债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数据啊 就是呢 像冰岛啊 他们股市的话 从9000点 跌到呢600点 这个冰岛的克朗 这个他们的一个国币啊 也贬值了大概十分之九 只剩一层 好 相对而言的话呢 这时候的冰岛的话呢 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欧盟 他们还有自己的货币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们的克朗啊 因为相对的便宜 所以说的话呢 他们的产业啊 慢慢又兴盛起来 他们观光呢 又变得比较好起来 所以冰岛的话呢 因为呢 他们有加入欧盟 他们的欧元的话呢 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所以说的话呢 冰岛的话 这两三年的话呢 他们经济慢慢复苏了 可相对而言 另外一个欧洲国家 叫做希腊 希腊这个国家的话呢 在1999年 欧元成立的时候啊 他们并不是 并没有加入 到了2001年的话呢 他们的国家呢 隐藏了一些政府的赤字 还有负债 这时候的话呢 加入了欧元 换句话说的话呢 他们的资格 本来是不太符合的 后来加入了 加入了以后的话呢 短暂地享受呢 欧元甚至的好处 在欧元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 欧元对美金 是相对的升值的 换句话说的话呢 欧元变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希腊呢 在刚开始的几年 他们享受了非常多的一些 这个币值升的 升值的一些好处 相对而言的话呢 希腊的一个经济啊 并没有办法支撑呢 那么多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 这时候的话呢 希腊政府啊 给了民众呢 非常高的社会福利 得到呢 金融海啸以后呢 经济开始慢慢不好了 这时候的话呢 希腊的政府啊 就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的经济的 一些税收收入 来支应呢 那么好的一个社会福利 所以这时候慢慢就是举债 你就说的话呢 这个 希腊政府的 政府的一个负债啊 慢慢的膨胀 膨胀到呢 政府还不了 只好呢 希望呢 欧盟来纾困 这时候纾困的时候呢 就是说的话 你要借我钱 让我来还钱 你如果不借我钱的话呢 我过去的钱 可能还不了 当然就影响希腊的 目前的一个情况 而希腊的目前情况的话 目前都还是难解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趋势 它的来源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政府负债 所以政府负债的管理啊 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那政府负债的管理 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话呢 在1989年啊 美国有个地产商 叫Durst 这个私人机构啊 它在美国的曼哈顿 设立所谓国债中 这国债中的设立啊 就是呢 在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地方的话呢 揭露美国目前的国债有多少 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有多少 而美户呢 要平均的话呢 负担有多少 这时候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情况 另外的话就是我国的话呢 也在呢 公元2010年的话呢 我们财政部啊 也仿造美国 在财政部呢 设立所谓的国债中 它是一个电子看板 当然因为在财政部里面 民众是看不到的 只好看我们媒体的揭露 可是的话 可以警惕呢 财政部的一些 一些公务员 一些官员的话 可以知道呢 目前政府的负债有多少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好的 因为呢 政府的负债的话呢 非常的这个重要 所以我们也请呢 待会请庄老师 帮我们揭露一下呢 我们目前的政府负债 还有隐藏负债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关政府的负债 大概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账面上所显示的负债 这个部分大概有五兆2700亿左右 这是主计处上所显示出来的 负面上的负债 第二个部分是隐藏性的负债 就是在负面上看不见的 这个部分据主计处自己的估计 大概有15兆左右 当然政府机关的估计 通常都比较保守 所以有一些立法委员 有一些学者专家经过精算的结果 认为说事实上 隐藏性的负债并不止15兆 就算说用行政院主计处 官方的统计数字15兆来算的话 把隐藏性的负债 加上账面上所显示出来的负债 加起来是超过20兆 这个20兆的金额 实在是相当的庞大 因为我们整个中央政府总预算 一年大概将近2兆左右 所以政府的负债 事实上是超过中央政府 一年的预算的10倍之多 假如把地方政府的预算加起来 我们全国的一年的总预算 大概是3兆左右 我们现在政府的负债 也大概达到全国预算的7倍之多 所以这个情况 债务是非常的严重的 隐藏性负债是什么呢 隐藏性负债主要是 像公务人员的保险 公务人员的退休 劳工的保险 农民的保险 国民年金保险等等 因为政府他有负最终的支付担保责任 经过精算的结果 将来政府所要支付的这些 大宗的这些事项 加起来会超过15兆 我们一般公务员 在职场上有纪律 军人有军人的纪律 警察有警察的纪律 政府的财政一样是有纪律的 所以我们政府为了财政上的纪律 特别制定了一些法律 来规范来贯彻财政纪律 第一个法律主要是公共债务法 公共债务法对于财政纪律的规范 第一个是存量的管制 第二个规范是流量的管制 所谓存量的管制 意思就是说政府发行的公债 未尝的债务余额不得超过前三个年度 国民生产毛额就是GNP的48% 另外有关流量的管制 就是各级政府每一个年度所发行的公债 不可以超过当年度总预算 追加预算 还有特别预算加起来的15% 这个财政纪律规范的是很好 另外第二个有关财政纪律规范的法律 是有关预算法 预算法的23条规范 政府不可以拿举债的收入 还有资本收入来作为经常支出之用 意思就是说像公务员要调薪 因为薪水是属于经常支出 我们政府不可以发行公债 不可以拿借钱来作为军公教人员调薪之用 这个是有关预算法对于财政纪律的一个规范 一个管制 但是法律规范是很好 图法不足以自行 因为我们在实务上 每一次政府它的这个流量管制 或者是存量管制 到达了一个规定的一个限额 政府就制定一些特别法 制定特别法来特别排除有关公共债务法 跟有关预算法的规定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政府的债务居高不下 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三个部分 有关于衡量焦点还有会计基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衡量焦点还有会计基础 好 那请同学看一下这张制卡 这张制卡的话 是我们把它归纳成的 目前的财务 所谓的衡量焦点的话 分为所谓的财务资源流量 还有所谓的经济资源流量 所以这个财务资源流量的话 它是以政府它的一个收和资 为基础去编制的一种 所谓报告的一种主体 而经济资源流量的话 主要是说的话 有一些资金 这些基金的话 它本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 和经济的义务的话 当作一个衡量的一个报道的基础 好 那有关于财务资源流量的话 又分为这两种 当期财务资源流量 还有全部财务资源流量 好 所谓这个当期财务资源流量 我们看到它是指 当期可资用的财务资源流量 这个可资用的话 主要是指的话 这个政府的话 它的一个资产减掉负债 流动资产减掉流动负债 这个所谓的盈运资金的观点 来报道的 这个报道的话 我们叫做强调盈运资金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的话 它强调是资源的流量 的一个流动性 还有预算的一个遵循的责任 好的 这所谓的当期财务资源流量 它是不包含了固定资产 还有长期负债的 换句话说 它所衡量的是说的话 一个企业 一个政府组织 在一段的期间 在一段期间 它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资产 是不是足以支付呢 它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负债 这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当期的财务资源流量 另外所谓的全部的财务资源流量 这个所谓的全部财务资源流量的话 事实上它是更严格的 换句话说的话 在做比较的时候 它减少了一些资产的一些报道 而增加了一些负债的一些报道 所以我们来看 全部财务资源流量 它包括的流动资产 只包括了现金 还有易变现的一些资产 所以这易变现资产的话 是说像应收账款 现金等等易变现的 可是相对而言的话 固定资产当然不焊进去 另外的话 像包括了材料 原料等等不包含进去 像预付的款项也不包含进去 换句话说 它的资产报道是更严格的 另外的话就是负债部分 负债部分的话 报道也比较严格 它囊括了与举借资本资产 无关的负债都放进去了 换句话说的话 它包含了弥补政府 为了弥补赤字 或是弥补亏损 所举借的一些债务 这些债务的话 我们要放到这里面来 也就是说的话 全部财务资源流量的话 它比较强调是 跨期间的一个公平性 也就是说的话 像这一代和下一代 是否公平 我们可以从 全部的财务资源流量 它的一个报道来看 好 我目前的话 一般而言 正式行者基金的话 要采用当期的财务资源流量 为报道的一个基础 当然的话 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另外来编 全部财务资源流量 当作一个附属的一个报道 除了这两个 财务资源流量以外的话 另外还有所谓的 经济资源流量 经济资源流量的话 主要是指 业权型基金 就像一些营业基金 或是一些事业单位 或是作业组织等等 作业基金等等 他们是采用了 所谓的业权型基金 业权型基金的话 它指的是经济资源流量的话 主要是指 全部的资产 还有全部的负债 也就是在衡量 这样一个基金 它从成立到结束 它所掌握的资源 是不是足以支付 全部的负债 这是我们看 它营运绩效的一个衡量的 好 我们了解了一个衡量焦点以后 再来看所谓的会计 再来看所谓的会计基础 会计基础的话 这条线的话 左边叫做现金基础 右边叫做权质基础 权质基础和权质基础的话 一般在会计学的定义 都已经非常明白了 我们来看 它的比较特殊的话 是所谓的修正现金基础 和修正的权质基础 修正的现金基础的话 它是指一般而言是 普通基金的公库出纳 来使用这个 比较特殊的修正现金基础 它包括了现金基础的话 还包括了会计期间 中了后一定时间 它的一个收复 我们当作修正后的现金基础 换句话说 我们目前大概有两个礼拜 就是如果说收到 在未来两个礼拜之内 能够收到现金的话 当作修正的现金基础 另外还有所谓的修正权质基础 它主要是正式习基金所使用的 一般而言 它的指符合了全责条件 全责基础发生的条件基础以外 它上去有可用性 所以可用性是说 它所收到的收入 在未来的一段期间 必须符合当局的可用性 一般而言 我们是用两个月 当作一个标准 来做衡量的一个 所谓的修正权质基础 这修正权质基础的话 是目前正式习基金 所主要所使用的一种基础 那至于营业基金的话 一般而言 就是使用了全责基础了 以上是今天跟同学介绍的内容 包括了政府会计的一个架构 我们介绍了11号的一个 准则公报的一个大概 还有它的一个新的一个架构的 一个含义 另外的话也介绍了 随政府负债 与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 的一个实施的一个问题 另外的话包括衡量焦点 还有会计基础 包括当期财务 全部财务资源流量 以及经济资源流量 这些内容 这是我们今天给同学所介绍的 那下一次我们介绍 普通公务会计事务的一些内容 希望同学准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